夏天一直脫妝 補了妝又黏乎乎的容易结成块 以为换了一个粉底就没事吗 其实是因为你没有定妝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最近大家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脫妝 其实啊你只要做好定妝的动作 你的妝就可以维持很久而且很轻薄哦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彩妝师Zoe 一起来帮我们了解定妝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Zoe我想问你啊像你们专业彩妝师啊都会说 定妝很重要你一定要定妝 那到底什么是定妝啊 定妝啊就是简单来说其实我们打底的时候 就会黏黏的嘛湿湿的 对因为粉底液啊粉底霜都是有水 保养品啊都是湿湿黏黏的 它不可能是干的就是容易黏脏东西 对黏脏东西 对然后还有你有时候热啊它干嘛抹一下脸 你整个底妝一块都不见了 对没错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黏黏的东西呢由黏由湿变成清爽 就要用干粉类的东西去把它定住 定住 所以叫做定妝 哦难怪像我以前啊就觉得说我的皮肤啊 每一次有时候下班回去在洗脸的时候都发现 里面有黏一点 就黏到一些一些小颗粒 对 而且你近看可以看到黑黑一点一点 对那就是可能我没有再用干粉去做定妝这个动作 对就会几率就会更大 它就会越容易黏在你脸上 对那所以是只有我们油性肌肤要定妝吗 如果很干的人 所有人都要 那那种很干很干的皮肤也需要定妝 如果 但是我是化妆化那么久没有看过不会出油的干性肌啦 所以干性肌也会出油 带怎么样干的皮肤 还是会流汗啊 对啊 对还是会流汗 还是会出油啊 尤其是我们台湾又是湿 潮湿 潮湿 然后又炎热的国家 对没错 对 老师我想问你一下 就你看蜜粉饼跟粉饼 它们都是这种 膝带型的粉盒 对 就是我用肉眼看可能看不太出来吧 对 所以你要看字 哈哈哈哈 看字 没有 没有蜜粉饼跟粉饼的不一样 其实就是装的厚薄的差异 对 如果用最简单的理解方式让大家知道的话 对 那蜜粉饼呢就是定住那个湿度 所以它不需要有太多的颜色和遮瑕力 所以呢你其实出去外面真的要试的时候 你就一抹在手上 它会慢慢变得有点透明感的 这个都是蜜粉饼 因为它的遮盖度没有那么够 像一般的粉饼 我们可能就是要代替粉底液 是要遮住你的瑕疵什么的 它的一上去它的粉感比较重 会比较重一点 对 那蜜粉饼就是抹起来的 你可能认真抹开来它是透明的 抹开来就是散开来了 感觉只是粉粉的 但是没有太多的颜色 对 所以它就是从那种松粉变来的 对 松粉压成饼状是叫蜜粉饼 蜜粉饼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现在市面上的这些 我觉得还不错的蜜粉饼 像我啊就是想说 你知道有两款蜜粉饼 我觉得最近是在贵妇圈蛮红的 一个就是海洋拉娜的这个完美蜜粉饼 一个就是这个CISI刚推出的 它也是属于一个保养等级的蜜粉饼 那它们其实是有保养的效果 可是也都标榜有非常好的定妆效果 那我想肉依你要不要来看一下 这两个蜜粉饼 你觉得它的 就蜜粉饼来说 它的优点有哪些啊 像这种蜜粉饼啊 这个两个牌子 基本上都是保养品很强的牌子 对 那它们就会在它们蜜粉里面 添加一些保养的成分 对 那如果你皮肤是比较熟灵肌 嗯哼 熟灵肌像like me 对熟灵肌我也是 然后或者是你比较容易干 对 那这种比较有保养的成分的蜜粉饼 它会帮助你比较润一点 对 比较不会那么干燥 因为蜜粉它之所以就是定妆 它就是没有什么样其他的作用 作用 这样是最好的 对对对 因为它其实只是帮助你把湿湿的粉底 变成干爽 变成清爽 对 所以这样子的产品会比较适合给熟灵肌 和比较干燥的人 嗯 那我来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很薄 它会比较滑 很滑欸 就是用手的话它真的就是很细 对很细 粉质很细 很滑 然后就是 对就是它就是 然后你会发现你擦上去啊 我们的手背都会比较干 对 但这种比较有添加保养产品的蜜粉饼 它会让你的那个纹路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不然一般来说 干粉擦上去你的纹路会更明显 对对对 而且我知道这两个产品 因为它里面都有放它们很明星的保养的成分 比方说有它们的那个浓缩精华 或者是用了很多植物的精油 对 所以你就是可以一边就是把你补妆 还可以帮你再次保养齐 那像这种蜜粉饼啊 它其实附的这种粉铺 也跟我们一般的不太一样 就是一般会是海绵吧 可是比方说 CC的这款是附的有点绒布的这种粉铺 对这个LAMER的也是绒绒的 对啊 那为什么蜜粉饼配的这个工具是这种绒布的粉铺啊 那这种布的啊通常我们上的时候啊 用拍的会比较好 对所以其实用刷子来定妆可以让你的那个妆感更细对不对 用海绵就是怕就是用太多会有结块的疑慮 对或者是你用的力道太大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抹的时候 像很多人一抹啊 就是不知道要再瘦这样子均匀一下 这样子把它搓一搓 让它整面全部都沾满均匀的粉膜 我都没有这样做欸我的天啊 所以你上次才会脱妆 对我上次有一次就是在录影的时候 因为Zoe有要事先走 我就想说没关系这么简单的东西我就自己补好了 结果补到一半就是妈呀 那结块有点我无法收拾 我就立刻扣它 那Zoe就是对我有情有义 所以她就再杀回来 再重新帮我弄 原来就是如果我们要用这种蜜粉饼 所以你刚刚说就是沾完之后 要揉一下 哦让它就是均匀的覆盖 对 均匀的覆盖然后再用拍的 对你出错的几率会比较小 因为我们一沾它就是一大坨在这上面 对那这个真的小技巧大家要知道 是的 对好 那除了这种保养型的蜜粉饼啊 其实啊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Bobbi Brown Bobbi Brown的这个 定妆的这个蜜粉饼 听说也非常的厉害 也是他们的一个畅销经典 不败款 对它呢就是我所谓所说的 没有太多其他的成分在里面 对 它就针对帮你做定妆 所以这种就很适合比较容易出油 T字不会容易出油 或者你全脸容易出油的人 对 因为它里面又不含油 所以很适合用在T字不会容易出油的人 或者是全脸 听说他们家的这一款蜜粉饼 是很多人使用 就是所以我们使用这个外出在补妆的时候 都要用这种轻拍的方式 对 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单纯的蜜粉饼 补妆用 定妆用 对 对 另外啊这边还有两款就是它感觉比较特别的 这个蜜粉饼 就是它不是单一的颜色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都是单一的颜色 对 那这个就是Seal Boat的这个蜜粉饼 跟这个3的一个在夏季限量推出的一个蜜粉饼 那他们的特色就是有一些渐层 渐层啊光泽之类的东西 像这个啊 我知道他们这个 它里面用的一些粉末啊 还蛮特别的 那既有一些轻质的粉末 好像是可以填补我们的毛细孔的凹豆 它应该是用它的那个光学的原理 光学折射的原理 对 它粉真的很细 对 然后它粉很细 而且它的珠光是你可能远看看不到 嗯 难怪这款蜜粉饼还卖得不错 嗯 那另外这一款呢 你可以帮我 因为它的颜色就是很明显的深跟浅 一种用法就是只用浅色 一种用法就是把这边当做修容 对 它有说这款是可以用来修容 那另外我还要介绍一款 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很厉害的蜜粉饼 那我之前采访一些女明星 他们也其实他们的化妆包里都会放 就是他们补妆都需要 就是这一款 阿鲁比用这个Elegance的这个五色蜜粉饼 因为它这个又跟比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漸层 它非常多颜色 登登登登 你看 它就是有五个颜色 我觉得是蛮美的啦 对啊 它的这个颜色它其实有分不同的色系 这是它01号就是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 那它刚好就是这个月也出了一个这个 你看都香了 施华落势期的这个钻石 那如果是你拿到这款蜜粉饼 通常彩妆师会怎么用 我会用 也是用当蜜粉饼 因为它是就是这么多 所以就是刚刚就是全mix就对了 对对对 其实这么多颜色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以为就是单色用可以当眼影 它其实就是有红黄绿嘛 但我们的肤色的组成就是红色加黄色加绿色 哦难怪 它其实混在一起它就是肤色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它里面的黄色素就会减少 比较没有像纯肤色一样那么黄 对 所以它很适合给皮肤很白 你怎么样选选粉底液 粉底液都太黄的人 对 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你皮肤呢是像我们一般亚中人的肤色 但你非常容易暗沉 你可能因为长期在外面奔波啊 业务啊这种 对 在外面就是因为容易出油 然后皮肤很容易 就是你在家里化的妆感觉很亮丽 然后一到外面一个小时 你整个脸就变得超暗 对可能出油再加上灰尘什么有的没有的 因为里面有一些粉红色啊 和粉绿色 就帮你都调好就对了 它虽然没有什么遮盖效果 可是就是皮肤就看起来很干净 对 它会变得透 对跟透 难怪这支蜜粉饼就是有这个好 变得比较透亮的 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有说就是定妆的部分 就是除了这个蜜粉饼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这种用喷雾来定妆 这个我同事那时候听到也觉得说 蛤 这个用水来定妆 用水怎么可以把一个东西固定 它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 打破再打破我刚才所说的 对打破 就是把黏的东西用干粉去定住 对 就是打破就是我们以往的想法 因为现在科技超进步 对啊 怎么可能会有喷雾就可以把你的妆给固定了 对 但是基本上就是会有分两个不一样的同学 两派 两组同学 对两组同学 一组同学呢就是它喷出来是水 但它会慢慢变成粉 OK好它会有一个物理性的变化 物理对 还是化学 不知道 物理物理 因为那个水分吸收了 对 就留下里面的透明粉末 哦 然后另外一组呢 就是我说的皮肤很干的 哦皮肤很干 它倒不是要让你的底妆啊 和湿湿的东西变得干 嗯哼 而是要帮助你的这些粉状的东西 嗯哼 更容易吸收到你的皮肤 更贴妆 哦 因为它就是没有水嘛 就是缺水 对 所以我就给你一些 水分 水分 好的水分 让你把外面的那层粉末 再压进皮肤一点点 嗯 那我们先来看看 看看你刚刚说的这个 关于就是干眉眉的部分 对干眉眉 干眉眉的部分有这个就是 Makiage的这个 黑色包装的一个 持妆喷雾水 跟这个我知道 这个还蛮有名的 梅子 就是克兰斯的玫瑰定妆喷雾 那 如果我们要用这种定妆喷雾 定妆喷雾水 通常应该怎么用才是对的呢 嗯 有两种用法 一种就是直接喷 直接对着我们的脸喷 对 当它喷你看你就是这么近 你一定就是会那么近 然后就自己下自己 不是啊好可怕 你试试看如果你拿那个距离 你会拿到哪里 我现在可以喷吗 你可以喷到哪里 会破碌我的妆吧 不会我在旁边 没有关系 几公分 对不对 你就不知道几公分 好啦应该要远一点 因为太近就会真的 噗哒 好远一点 那要闭眼睛吗 对 嗯 天呐玫瑰香味太多了吧 好舒服哦 这样对吗 其实这样对吗 呃 不对 哈哈哈哈 因为第一个太近 我这样也是太近 对 而且你刚才就是这样 就 猪猪猪猪猪 都没有把它压到底 不够大气 那你发现 对 所以你脸上现在都是水珠 呵呵呵 那个导播 我导演 你看哦 我的脸可以吗 好 这样看不出来 好 压这种喷雾状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一次压到底 大气一点 你不要急 那还没压到底 你会在那 okay 你刚刚就是这样 然后太近 你刚刚在这边 太近了 至少要大概 这样应该有 二十公分 超过吧 三十 三十 嗯 对 三十公分 大概要这样 对 它会让里面的水分 超过空气传递给你的 可是还满舒服的 对 但它等一下就是会吸收了 嗯哼 对 所以使用这些喷 charity 我们不需要去拍 或是什麼之類 NONONO 就會把妝弄壞了 所以其實 你噴完之後 它的水乾掉之後 它就幫你定妝了 就定妝了 然後第二種用法 還有第二種 就是補妝的時候很好用 因為我們有時候補妝的時候 你們發現皮膚又有油 但它其實也很乾 我就是常這樣 對 就是外面又已經出油了 然後其實又脫皮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為什麼每次都會拿海綿 上面噴保濕水幫你 幫我上補妝 那補的時候呢 這個水分呢 你會透過它裡面的水分 幫助你把外面的髒東西啊 或浮起來的 不要的粉末 對 稍微帶掉 然後你再用麵粉冰 稍微定一下妝 就會覺得你的皮膚明顯的亮了起來 很像又重新化過妝 而且我覺得現在精神一陣欸 就覺得說我剛剛就是洗完臉 因為你噴太多了 噴太多了 對 可是像這個 這個剛剛是克蘭絲 就是噴完之後 我們現在整個身邊都是玫瑰的香味 還蠻香的 對 它的保濕效果很好 那另外這個怎麼唸 Makiage Makiage Makiage的這個持妝 噴霧聽說裡面有過河會更涼 又很涼 欸其實很涼欸 對啊 所以真的很適合業務 很適合業務 或者是騎摩托車的女生啊 就是快要睡著了 或者是男生其實我也覺得很適合 男生化妝 對欸有沒有看到其實有些男生啊 都不注意自己皮膚的那個膚質 對 有時候在外面太陽一曬 其實都還是會泛紅什麼的 喔對 那裡面有過河和鎮定的成分 對 就可以幫助你緩和下來 對 對就是如果皮膚比較乾的人 可以用這兩種保濕的噴霧來做定妝的效果 對 那另外還有就是這兩瓶 就是黑色的 可是他們就是有點霧面的質感 那它是否什麼樣子的肌膚狀況的人使用呢 這個呢就是給皮膚比較油的 怎麼又是我 我怎麼到哪都是 很像油的人 然後你可能因為脫皮又很害怕 上太多乾粉類的東西 對 對因為我們剛才講過嘛 它的水分吸收給你的時候 你皮膚就會比較保濕了 對 它留下來的呢就是 它裡面的透明的粉末 就是蜜粉裡面的吸油的透明 透明粉末的成分 它裡面是有粉末的 對 然後它是給那種比較皮膚比較油的人 他在做定妝的時候 因為它有粉末 對 然後是吸油的粉末 所以平均散布在你的皮膚上面 它就是還可以幫你吸油 就是還是一樣有保護膜 喔對 而且它標榜就是你噴完之後 你的皮膚會有一點微霧的效果 對 因為它把你油脂吸掉了 那噴這個跟噴那個 其實道理都是一樣 對就是壓到底 不要這樣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你有沒有看到就有水柱 對就水柱比較大 但是你看喔 喔 有沒有看到它就慢慢這樣灰灑 那我來試試看 我要練習一下 就我們不要這樣 這樣就是 因為你輕輕按的時候 它的水柱就會比較大 會掉下來 如果你大氣一點 哇你看 真的耶 就是像雲霧遼繞的感覺 對你也可以噴在前面 然後有點小柱跑 就走過 小柱跑 對你看其實 對不對 對就是很像 你看你臉上就沒水柱了 喔對 其實不要覺得說它不好用 是因為你根本就噴錯了 你根本就噴錯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用法 喔 了解 好那以下就是我們今天 介紹的定妝的一些大解答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掰掰